2018年锂金属报告 即股价上涨 瑞士资源投资公司日前发布了最新的 2018年锂金属报告 以及对首席执行官的采访 这都可以在resourcecapital.ch网站上查看 随着全球电动汽车行业的迅猛发展 股 铜 镍 银和白银市场的需求旺盛 让我们来看一下这一家叫做第一股业的加拿大矿产公司吧 他们希望将自己打造成全球最大的纯股矿勘探公司 同时能够提供良好的流动性和强大的领导团队 公司策略是开采大型高品质露天以及地下矿山 与此同时第一股业还控制着超过50个过去开采过的产地 并储备有一万公顷先前尚没有开发的矿区土地 他们的业务途径是储备和租赁过往的矿山 以降低风险 此外唯一一个被授权的股矿提炼厂也在营地内 现成的设备能够支持早期的冶金工作和节省现金流 第一股业在多伦多证交所上市 股票代码为FCC 目前拥有约5700股流动股 全面摊薄为6600股 市值约4300万加元 手动现金量约为400万 第一股业是由Cobot One和Cobot Teak两家公司合并而成 过去的60年时段里 在有限勘探的情况下 他们在加拿大资源丰富的矿区内 生产出了约5000万磅股和6亿盎司的白银 不过现在的重点已非白银 随着股价格节节攀升至历史新高 生产的重心正在发生转移 不久后的将来 区内的股矿开发规模会变得越来越大 全区历史库存的高品位矿化股脉 显示股评级达到8.34% 每吨银含量188盎司 第一股矿将控制45%的营地 以及50个过去的产地 同时还有大量未勘探的股矿潜力区域 这都是开启生产和获得现金流的保障 而进一步的优势还在于 区内拥有顶级的基础设施 包括得到全面授权的野链厂 道路 电力和地方劳动力保障等 不久之前 第一股业还公布了 Caswell矿山的几个高品位股矿 还有尼岩样品 一项勘探项目确定了 加拿大安大略省中心区域地表 存有高品位股矿 其中包括9.44%的股 1.27%的铜 还有2.92%的链 公司的下一步计划是什么呢 首先合并要收尾 2018年上半年 他们希望扩大钻碳计划 这包括在原有基础上 加大钻碳投入 同时对过去开采过的产地 进行检查 和采用以确定蕴含量 下半年他们将评估 更多的区域钻碳项目 并希望就储存 加工冶炼的各个流程 启动初步的研究 第一股业在未来2到3年里 还有可能会成为 加拿大最大的股生产企业 我是主持人运航士泰格 这里是杜高斯贝电视 为您合作推出的节目 要见您的收看 再见